《若望末世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由殿里发出一个大声音,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那满城天主易怒的七个鱼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他的鱼倒在地上 碎在那些带有兽印和朝拜兽相的人身上 生出了一种恶毒而剧痛的疮 第二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海里 海水就变成好似死人的血 因而海中的一切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河流和水泉上 水就变成了血 那时,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说 今在和夕在的圣善者 你这样惩罚真是公义 因为他们曾经流了圣湖和新知们的血 你如今给他们写喝 这是他们应得的 我又听见,从祭坛有声音说 是的,圣主,全能的天主 你的神法真实而公义 第四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太阳上 致使太阳以烈火炙烤世人 世人因被聚热所炙烤 便亵渎掌管这些灾祸的天主的名号 没有悔改,将光荣归于天主 第五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那寿座上 他的王国就陷入黑暗 人痛苦地咬自己的舌头 他们因自己的痛苦和疮疑 便亵渎天上的天主 没有悔改自己的行为 第六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 又法拉底大河中 河水就干涸了 为给那些由日出之地 要来的猪王 准备了一条道路 我又看见从龙口 兽口和假仙之口中出来了三个不洁的神 壮如青蛙 他们是邪魔之神 施行奇迹 往全世界的忠王那里去 召集他们 为在全能天主的那伟大日子上交战 看,我来有如盗贼一样 那醒着并保持自己的衣服 不至于赤身行走 而叫人看见自己的耻辱的 才是有福的 那三个神就把猪王聚集到一个地方 那地方西伯来文叫阿玛格东 第七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空气中 于是就由天上的殿里 从宝座那里发出了一个巨大声音说 成了 虽有闪电 响声和雷霆 又发生了大地震 是自从在地上有人类以来 从未有过这样大的地震 那大城分裂为三段 一民的城也都倾覆了 天主想起了那伟大的巴比伦 所以递给他那盛满天主烈怒的酒杯 各岛屿都消失了 珠山林也不见了 又有像塔冷通般的大冰雹 从天上落在世人的身上 世人因冰雹的灾祸便亵渎天主 因为那灾祸太惨重了 我本来说是从我从不得来的地震 我本来说是从他身上有关的地震 然后是从我所见的地震